火星弟弟今年很努力 一边准备演唱会 一边忙着录制第二张专辑 还邀请到了一直以来 十分欣赏的前辈杨宗伟合作新歌 还没开路 两人就聊得热火朝天 宗伟哥你听得懂花花的火星旅吗 我会吃那个小叮当的翻译糕 对就听得很放下 好冷好冷 宗伟哥这是要向花花看齐吗 我会觉得它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刚刚他自己的没有歌词的 因为他刚刚讲的一个地方 让我觉得很认同 他觉得说如果旋律已经可以 充分表达这首歌的情绪的话 其实歌词就是多的 所以我很赞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何须再画手篇竹去 成就一首歌 所以不过这方面的思想 可能就是跟它来自于火星 有很大的关联 火星弟弟待在地球久了 也会沾点地气的 这不之前拍摄宣传片半裸上阵 晒了晒鲜肉哟 有一点点 对还在锻炼当中 然后 然后 也不是说非要一定要练得 那么完美的身材 对不对 那走出了第一部 接下来会不会在演唱会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 然后修一下 我会考虑 其实我有想过 但是我其实会有点点害羞 就是 但是如果我唱嗨了 也许我会 完美的 응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